是不断的降下来 让中部大甲溪上游的马鞍和谷关坝必须要放水泄洪 这也让负责供应大台中地区的丰园集水厂 一夜之间原水浊度从18度飙升到1500度 第一时间降载供水量 仅礼于潭场增加供水 另外调度了这个其他的吸水来协助降低浊度 而在德基水库虽然没有出现滂头的雨势 但有持续性的降雨 也让水位明显上升 截至到今天中午 蓄水率从前一天的63.61%攀升到66.2% 也是今年单日进账最多的一次 滚滚洪水不断从上头往下冲 15个闸门全部开启 石岗水坝泄洪也让附近民众惊呼 很久没有看到这样气势磅礴的场景 山区连日豪雨带来充沛水量 夹带大量泥沙从上游倾泻而下 导致附近提供大台中用水的风源集水厂 一夜之间原水着度从18度飙升到1500度 另外风源集水厂也紧急掉度 石水颗吸水协助让着度降低 目前不会影响供水 由于这两天依旧会有明显降雨 包含大甲溪上游的马鞍坝和谷冠坝 将会依照实际状况进行泄洪作业 下游民众务必多留意 而这几波大雨在德基水库 虽然没有出现滂沪雨势 但持续性的降雨也让水位明显上升 截至7号中午 蓄水率就从前一天 百分之六三点六一 攀升到百分之六十六点二 也是今年单日进账量最多的一次 预估下周就有机会突破七成 水利署期盼能在迅期期间 各地水库都能够保持满水位 等进入苦水期才有足够的水可用 记得林宋陈志杰台中报道